你去的樣子啊 你找不住話啊 這個案子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提供這個勞務 然後要支援這個特定的後行 涉及這個會寫 選戰在即抓匯和假新聞 各單位繃緊神經 一大早立法院 警政署副署長邱風光 國安局副局長陳文帆 調查局副局長林林蘭 依序上台接受質詢 高雄選情白熱化 維安吊派成為重點 國民黨高雄市長獲選人韓國瑜氣勢超旺 另一頭民進黨全力搶救獲選人陳其邁 雙方拉鋸 選情緊繃 高雄成為一級戰區 據瞭解9號包括最高檢察總長江惠敏 法務部長蔡清祥 台高健檢察長王天勝 調查局長呂文忠 跟廉政署長朱家綺 特別集合在高雄開會 警政署長陳嘉欽 特別延後視訊會議到高雄參加 情報頭子全集結 選舉的狀況做例行性的安全維護 在我們高雄市各個區公所計票中心 以及這個我們的選委會 都會先預製這個 我們這個巨碼來做安全性維護 特別在吳敦義日前失言風波後 把民眾激憤引發對立衝突 高雄預計展開鐵幕重圍 其中包括地檢署以及選委會 還有開票總部跟各地區區公所 都將在23號前將鋸馬駕駛完成 高雄選情激烈 情報警政各級單位做好備戰 全力避免衝突一觸即發 地區城市聯網主 A村角組高雄台北採訪報導